啊啊,不要啊,体育老师你快停下,救命啊。 闭嘴,别叫了,你会吸引更多怪物的。 刘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体育老师发疯了? 开门,让我进去。 末世爆发了,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变成了丧昆一样的生物,开始疯狂地攻击其他人。 不要发出声音,不然我们两个都得搭在这里。 啊,那怎么办,对了,报警求救。 完了,真的末世爆发了,报警电话都打不通了,我们死定了。 大部分人都变成了丧尸,估计警察局也是一样,他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时间来救我们? 想要活下去,只能靠自己。 啊,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刘洋,你一定要保护我啊,你是男生,而且还是体育生,有责任保护女同学。 啊,陈大班长,你在说什么呢?当初我向你表白的时候,你拒绝我,还说我是个臭吊毛?现在末世降临了,你知道,求我保护了,你想得美。 啊,可是你是男生,你不应该保护女生吗?你这么自私,还是男人吗?难怪你这种废物找不到女朋友,哪个女生会喜欢你这样的,你就一辈子用左右手扒麻蛋。 瞧你吗?你再说一句,我是废物事事。信不信,我现在立刻宰了你。我告诉你,老子没有道德,不会被你绑架,我也不会当你的舔狗,被你拿捏,都漠视了,你要再给我唧唧歪歪的,我就把你丢出去,围散坤。 刘阳不再理会他,观察起了四周,体育器材势中有不少的体育器材,只可惜器材势外面就是操场。 这一大片空地上面有上百个丧尸,一旦被对方发现,就会被围攻,就算有武器,也不一定能冲得出去。 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看来真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就在刘阳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她的脑海之中突然传出了一个机械的声音。 叮,检测到丧尸病毒爆发,全球80%以上的人类变成了丧尸,人类急剧减少,多子多福系统已绑定,只要生独子就能获得奖励。 多子多福系统只要生独子就能获得奖励,可是生个独子至少要十个月,你这不是玩我吗? 只需要拯救少女,让她臣服你,即可获得奖励。 当独子生下来后,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 请宿主多多努力,为人类的传承贡献。 只要拯救少女,让她同意做自己的女人,就能得到奖励,这还差不多。 想到这里刘阳把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陈丽霞身上。 这个斑花身材高挑丰满,曲线优美,拥有着极为逆天的腰头女,绝对是一个适合生独子的好对象。 要不直接用硬的,算了,再想想办法吧,现在还没到,逼不得已的时候。 刘,刘阳,你看着我干嘛?我好渴,好饿,有东西吃吗?我们会不会饿死在这里啊? 待在这个体育器材室里,再过几天,我们必死无疑。 我不想在这里白白耗死,趁着还有体力,我要冲出去。至于你嘛,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不行,你要把我一起带走,你要保护我。 你是谁啊?我凭什么保护你?带着你这个脱油瓶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以前不是喜欢我吗?你不是向我表白吗?只要你带着我,再好好表现一下。 处处听我的话,我让你往东就往东,让你往西就往西,再给我多找一些食物。 说不定我会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呵呵,陈丽霞,你不会以为你真是迷倒众生的仙女吧?自从你当众拒绝并且侮辱我的那一刻,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就已经烟消云散。 你以为我还会对你有感情? 刘阳你别走,你走了我怎么办?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你要怎么样才肯带我一起走?求求你了,带我走吧。 我不想死在这里,只要你带我走,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听到这句话,刘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上下打量了一下陈丽霞。 刘阳你,你看什么呢? 哎呦,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带你走,让你做什么都愿意,现在看两眼都不行了。 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好谈了,你继续留在这里吧。 别走,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就好,只要你臣服我,乖乖听话,那我就可以保护你。 带你一起走。 陈丽霞终于明白了刘阳的意思,看来自己想要拿捏刘阳是不现实了,只是一想到自己作为班级里面,无数男生追求的绝美班花,却被刘阳这一个四肢发达的体育生给搞刀手了。 他想着想着眼眶都红了。 怎么,还不愿意? 没没有,好吧,我愿意臣服你,你不要反悔,必须要保护我,带我一起冲出去。 不要和我讨价还价,你以为你还有得选吗?死和臣服,你自己选一个吧。 好,那我愿意臣服你。 丁。 检测到对方已经自愿臣服你,恭喜宿主拯救美少女成功,获得新手奖励一份。 新手奖励。 身体强化,宿主的身体基础属性得到了强化,提升了一倍,同时宿主每杀死十个丧尸,即可获得一点强化点。 二,系统扫描,宿主可以使用系统扫描他人,获得他人的基础信息。 三,储物空间,宿主获得了一级储物空间,可以随意存储任何的东西,空间大小10米乘10米乘10米。 四,病毒免疫,宿主可以免疫丧失病毒,即使被咬也不会变成丧失物,超级基因。 宿主的基因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无视基因阻碍,可以跟任何合适的物种开支散叶。 起来吧,该出发了,别在那里哭哭啼啼的了,好像刚才你很委屈一样,我虽然承诺的带你走,但是我不敢百分百保证你的安全,漠视,一切只能靠自己。 嗯,我知道了。 打开体育室的大门,直接带着陈丽霞冲了出去。 随后来到操场上,看到遍地丧昆。 啊,好多丧昆啊。 我们的目的地是医务室,你只管往前冲,我会断后。 嗯。 就在这时操场上的丧昆,仿佛遇到了真爱。 陈丽霞直接棱在了原地。 别愣着了,赶紧跑。 陈丽霞这才反应过来,朝着医务室的方向跑去。 我不停地在用弓箭抵挡丧昆。 一件一个小可爱,眼看着丧昆离自己越来越近,我直接把弓箭收进了系统空间。 拿出镖枪直接和丧昆近战了起来。 看着陈丽霞已经安全,我也不再练战,踢着武器转头就跑。 随后我们两人来到了医务室,把里面的丧昆清理干净,陈丽霞大口大口地喘着出气。 我们先在这里落脚,我刚才检查了一下,医务室还有电,水龙头也还有水,这说明虽然漠视爆发,但是水和电源没断。 我打开手机一看,发现班级群里面早就已经炸开了锅,出现了久久家的信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爆发散昆冰毒? 昨天我差点被我同桌给摇戏了,还好我跑得快。 现在我躲在一栋教学楼的男厕所里,谁来救救我? 李宁,我在一栋教学楼一楼的女厕所就一墙之隔,我们俩离得很近。 厕所里面有好几个丧昆,我现在不敢动,也不敢发出声音。 呜呜呜,救命啊,我刚才腿被抓上了,现在上头发黑了,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变丧昆了?我不想洗,我不想变丧昆。 我躲在一栋教学楼前面的大树上,下面有十几个丧昆,他们不会爬树,但是一直围在那里对我吼叫。 这吸引来了更多的丧昆,他们越聚越多了,谁来救救我啊?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这些信息大多数都是求救的,我觉得有点想笑。 这些人以前在和平年代大多数都是富二代,一个个高高在上的。 要不是因为我是体育生,他们打不过我,说不定会被他们欺负心。 我要前往超市,寻找食物,你待在医务室等我回来。 嗯,你要快点回来,我害怕。 一路上刘洋又遇到了几个丧昆在游荡。 他们一看到刘洋就迅速冲了过来。 不过此时的刘洋基础属性已经提升了一倍。 区区几个丧昆,他还没放在眼里。 没等那些丧昆靠近过来,就都已经被解决掉了。 很快他就来到了学校的超市。 超市中里的老板已经变成了丧昆。 同时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丧昆站在里面流淌。 刘洋一见射责老板和远处的几个学生丧尸。 于是他开始抓紧时间收集物资。 面包鸡腿方便面各种零食收走。 牛奶橙子矿泉水各种饮料收走。 牙刷毛巾牙膏洗脸盆收走。 很快整个超市就被刘洋洗劫一空。 而就在刘洋准备离开的时候, 超市里面一个倒扣在地上的大纸箱却动了动。 刘洋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用雕枪轻轻地捅了捅那个大纸箱。 然而里面却没有动静了。 难道说是我听错了? 随后他直接用雕枪一掀, 把纸箱给掀开了。 只见一个身材娇小, 长相甜美, 皮肤洁白细致的美女出现在了刘洋的面前。 什么情况? 一个美女躲在纸箱里? 她不会从昨天在纸箱里一直躲到现在吧? 嗨你是谁? 啊, 你不是丧坤, 吓死宝宝了, 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不是二班的李梦瑶吗? 四大校花之一, 被称为最可爱的校花。 身材娇小, 但是却丰满性感, 五官完美, 极为漂亮, 被称为童颜女神。 是我, 你, 你是谁, 是来救我的吗? 不是, 我叫刘洋, 是这个学校里面的体育生, 只是来搜寻物质, 恰好碰到你而已, 不过, 我可以带你一起走,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一听到这句话, 李梦瑶顿时眼睛一亮, 有些惊喜地说道, 嗯, 好的, 没问题, 我一定会听话的。 四大校花之一的童颜校花, 李梦瑶, 你好, 我是李梦瑶。 此时陈丽霞脸上, 却露出不开心的表情, 因为刘洋说, 只要做了他的女人, 就会好好保护自己, 可现在一天都没有, 就带了一个新的女人回来, 这顿时让他很不爽。 刘洋,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 只要我做了你的女人就会保护我, 可是现在食物没有带回来, 却带回了一个女人, 你在想啥呢? 有我一个人还不够满足你吗? 你的脑子里难道除了那方面的事情, 没有其他事了? 哈, 麻蛋, 是谁给你的资格, 这样跟我说话, 你有意见, 可以立刻滚出去, 再敢乱说话, 我就把你丢出去, 围散坤。 现在是谁离不开谁, 你应该心理清楚, 不要以为, 跟我有过一次风月, 就成为了这里的女主人, 我告诉你, 你不配。 看着刘洋那冰冷的表情, 他终于明白了, 这个男人现在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拿捏的了, 只好低头认错。 好吧, 我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 我再也不会了。 哇, 这个男人好霸道啊, 霸道之中, 又有一点帅气。 我直接用系统扫描了一下李梦瑶。 姓名, 李梦瑶, 年龄18岁, 身高150, 体重40千克, 胸围一对一, 外貌平分98, 身材平分88, 没交过男朋友, 交往次数0。 好家伙, 外貌平分竟然达到了98的高分, 而且身材平分也是88分。 看着刘洋那一副目不转睛, 盯着自己胸围看的样子, 李梦瑶脸上露出了有些害羞的表情。 别, 别看了, 看得人家都不好意思啦, 给我点吃的吧, 我好饿好渴。 不好意思, 我的吃的只能给我的女人, 你要成为我的女人嘛。 啊, 李梦瑶作为四大小花之一, 在学校里面喜欢她的男生数不胜数, 光是被她拒绝过的都有几十个。 这些人都看上了李梦瑶那娇小, 却又完美的身体。 只可惜面对他们强烈的攻势, 李梦瑶油言不尽, 从来没有同意过跟任何人交往。 如今眼前这个体育生, 竟然直接要求自己做他的女人。 不管你怎么想, 你想要食物, 就得做我的女人, 给你一个晚上考虑, 明天给我答案, 明天你如果还不同意的话, 你就得离开这个衣物室, 这是我的大本营。 这,这不太好吧,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校友, 不应该互相帮助吗?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呀, 我帮助你获得食物, 你帮助我爽, 这不就叫互相帮助吗? 啊, 你, 你脸皮真厚, 我们就不能交朋友吗? 交朋友, 有什么好的, 要交就直接交女朋友好了, 你不做, 我女朋友, 和我深入交流, 我很难完全信任你。 这个家伙真不要脸, 还一堆歪理。 你自己想想吧, 今晚不爬上我的床, 明天一早就滚蛋, 我刘洋的身边不养没用的人。 说完, 他直接拿出了食物递给陈丽霞。 这是你今天的食物, 接下来, 我要休息一下, 你别再烦我。 好的, 谢谢, 刘洋你好好休息, 我不会烦你的。 陈丽霞直接拿着刘洋给他的食物, 立刻大口大口地砍了起来。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包, 但是吃在陈丽霞的嘴里, 却比山珍海味都要像。 他已经快三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他感觉这一刻是最幸福的时刻。 而李梦瑶同样也被饿了那么多个小时, 此时看着陈丽霞大口大口地吃的东西, 整个人羡慕得不行, 只能捂着自己的肚子, 咕嘟咕嘟地, 固腿地咽咽咕。 刘洋躺在床上, 拿出手机看一下群里面的消息, 发现那些同学还在里面聊着。 妈的, 被困了一天多了, 我快要被咳死了, 刚才喝了点自己的冰红茶, 发现有点咸还有点苦, 现在嘴里还一股骚味。 还好我是被困在厕所里, 马桶水箱里游水可以喝, 不过我估计也挺不了几天了, 我现在肚子饿好痛, 我拉迪拉脱式, 我一直舍不得往下冲, 到最后估计还得知产知晓。 说完他直接发了一张大病的照片。 不早, 密血酒血, 别发都平了, 又病了, 本来斗子酒, 看了你嘴上都平, 差点把苦水都透了去了。 你他妈的, 又中迟的时候再给我制膜, 狗日的, 这种突片你也罚。 呜呜呜, 怎么办, 我好怕外面的丧昆还在走来走去, 我坐在马桶上面, 屁股都坐马了, 我好怕。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树下的丧昆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 一旦掉下去, 立刻就会被啃成一堆白骨的, 呜呜呜。 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劝你最好先自杀。 我竟然看到一个同学, 被丧昆把肚子里的内脏和肠子掏空了, 他都还没洗, 一直在惨叫, 那画面实在是太可怕了, 被丧昆咬起, 还不如提前自杀来的痛快。 呜呜呜呜, 你别吓我呀, 我本来就怕, 再被你吓一下, 腿都软了, 呜呜呜呜。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丽霞发出了一张食物的照片, 这张照片, 瞬间在群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的天, 面包, 香粉粉的面包, 还有牛奶, 陈丽霞伯章, 你是在那里啊, 能来救救我们吗, 你可是伯章啊, 你任心看着, 我们这些同学们, 爱恶手谈吗。 伯章歹人, 快来救救我吧, 只要能分物一定食物, 你让物足什么物都愈意, 伯章歹人, 救救你了。 丽霞, 你是得到救援了吗, 能不能来救救老师, 老师被困在教室宿舍了, 走廊里面有好几个, 变成丧失的其他老师, 我不敢出去。 陈丽霞也有些吃惊, 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张图片, 竟然把班主任都给震了出来。 我也被困住了, 只是运气好, 遇到了刘洋被他救了, 然后我们恰好有点食物而已, 看到大家这么惨, 所以发一点照片鼓励一下大家, 坚持住一定能获救的。 刘洋也还活着, 他可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体育生, 梦男一个啊, 刘哥来救救我呀, 刘哥。 刘洋, 咱们可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啊, 快来救救, 只要你救了我, 我给你二十万。 刘洋, 出来说说话呀, 能不能来救我啊, 求求你了, 帮帮我吧。 刘洋, 你真的还活着是吗? 先来教师宿舍舅舅舅老师, 老师可以给你加分。 刘洋看着里面聊天的记录, 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的冷笑, 很快, 刘洋一觉睡到了半夜, 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夜声夜脚的声音。 刘, 刘洋, 我想要留下来, 我不想被你赶出去, 所以我愿意臣服你, 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这就对嘛, 快来投入我的怀抱, 我们一起探讨人生。 刘洋看了看李梦瑶, 把食物放在了一旁就走了出去。 刘洋, 你醒了, 那个, 今天的早饭。 刘洋没有多说, 直接给了他一个面包, 加一瓶牛奶。 谢谢, 刘洋, 你真是太好了。 随后他拿起食物, 开始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 看着对方那一脸讨好的笑容, 刘洋忍不住在心中冷笑。 在和平年代为了追求陈丽霞, 他曾经在中午12点的底的大太阳 来到他的宿舍门口, 等了整整一个小时, 就为了给他送一杯奶茶。 曾经在夏日的时候, 冒着大雨跑回宿舍拿雨伞, 全身湿透地拿去送给陈丽霞, 就怕他淋湖。 可是, 那时候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称为舔狗。 如今一个面包, 却能让对方感激涕零。 刘洋拿出手机看了看班级群, 此时群里面的消息已经开始越来越少。 不过陈丽霞又把面包和牛奶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呜呜呜, 班长大人快来救救我吧, 今天都已经是我待在树上的第三天了, 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呜呜呜, 我该怎么办, 不会要困洗在厕所里了吧? 班长快来救救我吧。 我快完完了, 连尿都尿不出来了, 想喝都没得喝, 我要渴血了。 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等到救援,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 详心个帽啊, 班长你不要说逢量话, 你有优质的, 有在安全的地方, 当然可以这样说, 我们一个个都被捆在了, 没吃没喝的地方, 了不了两天就得一夕了。 就是啊, 我们来我手卡, 你处在县首身后一夜, 你还好意思寻了, 又不肯救我们, 还正停在群里发这些职理。 班长, 你真是太烦了。 面对众人在群里发的信息, 陈丽霞却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嘿嘿, 我能救你们。 来救我来救我, 好兄弟, 只要你救了我, 你就是我的宰赏父母。 刘洋, 来救我吧, 我会暖被窝, 只要你来救我,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可以给你当老婆。 老公, 你先来救我, 我不仅可以给你当老婆, 还能给你当狗。 刘洋, 你先来教室宿舍, 把老师救出去, 老师平时带你们可不保啊, 你们这些同学也别跟我争, 懂不懂得尊敬师长。 陈丽霞看到刘洋准备出去, 连忙问他, 刘洋你去哪里, 你不会真的去救他们吧, 那也太危险了吧。 我干什么, 需要向你报备吗, 不该问的事情, 别问, 懂了吗? 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对不起。 随后刘洋冷哼一声, 直接出门了, 刘洋开始静止往一栋教学楼的方向走, 一路上他倒是运气很好, 没遇到丧昆, 当他来到距离一栋教学楼几十米的外的时候, 果然看到了一大群丧昆正围着一棵树, 那些丧昆伸出爪子, 不停地在树干上抓着, 树干被抓出了无数找痕, 不过他们的智商很低, 连爬树都不会, 只能够在树下抬着头, 估计那就是陈子怡所在的树, 树下的丧昆有四十多个, 难怪我一路上都没遇到丧昆, 估计是丧昆被那边的动静吸引过去了, 此时丧昆的注意力全部被树上的陈子怡给吸引, 根本没有发现刘洋的到来, 刘洋张公拉剑射出, 紧接着丧昆瞬间倒地, 这些丧昆智商真是太低了, 即使是看到同伴倒地, 其他的丧昆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刘洋再次一键射出, 又是一个丧昆倒地, 几分钟之后, 那些树下的丧昆已经躺下了一半, 树上的陈子怡原本被吓得坐在一个树叉上, 不敢往下看, 但是不停地听到有丧尸倒地的声音, 他终于鼓起勇气往下一看, 却发现丧昆已经躺下了一半, 顿时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掏出手机拍下了照片发到群里, 我的天, 这些丧昆全部倒下了, 怎么回事, 难道丧昆也被饿晕了吗? 放大照片看一下, 每个倒下的丧昆头上都插着一根尖, 是被人干掉的, 我靠, 有人去救你了, 陈子怡有人救你了, 难道是刘洋? 是真的, 真的是人把他们设习的, 哈哈哈哈, 有救了, 终于有救了, 刘洋是你嘛, 老公, 是你来救我的嘛, 哈哈哈哈, 老公加油, 继续射, 不要停, 我爱你, 又过了几分钟, 刘洋已经把所有桑昆都干掉了, 此时陈子怡在树上整个人已经露出了极为兴奋的表情, 下来吧, 桑昆已经全部被我干掉了, 我, 我腿麻了, 爬不下去, 没事你直接跳下来, 我接住你, 这么高, 你能, 能接得住我吗? 没事, 放心吧, 直接跳, 进我, 那我跳了, 你一定要接住我哦, 呀, 老公, 谢谢你来救我, 真是爱死你了, 接下来, 我要去救陈婷, 你跟在我后面, 不要发出声音, 一切听我的, 嗯嗯, 好的, 我一定会听话的, 路上碰到了几个游荡的桑昆, 都被刘洋给干掉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楼的女厕所外面, 只见厕所里有好几个女性桑昆, 紧接着一个一个厕所隔间查看, 再查看到第二个隔间的时候, 刘洋发现这个隔间竟然打不开, 开门, 我是来救你的, 桑昆已经被我干掉了, 哦, 看到对方的样子的时候, 刘洋吃了一惊, 这人并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陈婷, 反而是一个看起来更加漂亮, 五官更加精致, 皮肤更加洁白柔嫩的女艺少女, 你不是四大校花之一, 被誉为最高冷校花的李曼哥吗, 灾难已经过去了吗, 你是来救我们的, 灾难没有过去, 末世已经来临, 我只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叫刘洋, 所以接下来, 我可以带你走, 但是你要听我的, 不要给我惹麻烦, 嗯, 我会听话的, 随后刘洋继续开始查看其他的厕所隔间, 发现一个隔间的门也是被反锁着的, 开门, 我是来救你的, 哦, 老公, 你终于来救我了, 太好了, 终于把你盼来了, 男朋友在末世来临的时候, 竟然还不顾微情, 到厕所里拯救自己的女朋友, 这简直就是纯爱战士, 行了, 现在可不是庆祝的时候, 跟我走, 记住一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能大喊大叫, 三个美少女都懂事的点了点头, 随后跟在刘洋的身后, 一起走出了厕所, 刘洋, 李宁好像是被困在男厕所吧, 是的, 随后刘洋头也不回地继续走, 陈廷一乐, 他还以为刘洋会救李宁呢, 没想到好像根本没打算管, 不过很快, 他反应得过来, 更多的丧坤, 我可不想跟着一起进去面对威胁, 再说了, 男人还要别人救吗, 你不会自救吗? 一到医务室, 陈廷和陈紫怡两个人, 就看到了他们的班长陈丽霞, 哎哟, 班长大人, 总算是见到你了, 我们还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呢, 多亏了刘洋啊,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只能在手机里看着班长大人吃香喝了呢, 哈哈, 大家都是同班同学, 我也很想救你们, 只是我没有那个实力, 发食物照片到群里面, 也是为了鼓励大家, 能见到你们俩活着回来, 真是太好了, 而此时李梦瑶也看到了李曼哥, 脸上露出了有些吃惊的表情, 曼哥, 你也被刘洋救了, 童颜笑话李梦瑶, 你也在这里, 他们两个人都是四大笑话之一, 彼此之间自然是有过交流的, 如今看到对方都被刘洋救了, 所以感觉有些震惊, 丁, 宿主一共击杀丧尸五十五个, 获得五点五属性点, 当前相有属性点十点五, 看到这个提示, 刘洋很满意, 每杀一个丧昆, 都能让自己的实力变强一点, 这简直就是无限成长的技能, 自己迟早能够变成世界第一, 老公, 我肚子好饿, 可以给食物吗? 是啊, 老公, 我在树上困了三天, 那本来就马甲腺明显的肚子, 现在都被讹得更扁了, 我一觉现在都饿小了, 不然你等一下给我检查一下, 给我吃点东西吧, 给香肠或者牛奶都行, 嘿嘿, 听到这两个人的话, 旁边的李曼哥猛吗? 什么鬼, 这两个人都是刘洋的女朋友, 看来这个家伙不是纯爱战士, 反而是时间管理大师, 同时拥有两个女朋友, 而且这两个女朋友还互相知道对方, 而且还一点都不生气。 这两个人都是小型的维尔, 伤感谢谢大家, 太多扬了三天, 结果了来一下, 我们下转过来给予爱战士,